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後年進步 踏入2016年 其實大家會見到 香港出現了經濟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radio在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 持續支持myradio的節目 月費計劃 立刻上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radio同仁 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謝謝大家 貫徹聲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緣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我會提醒大家 我會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看過場的 那段無線電視訪問旭敏的那段片 那段片基本上是沒有在TVB的新聞再出現 不出街啦 那個是因為在選舉中心那裡直播 因為現場 互動新聞台直播 沒有得CUT 你明白嗎 原因可以有兩個 其一可能這段訪問內容比較尖銳 其二就是節目主持人自以為問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可以難倒那個避訪者 但結果自討末取的是他自己 順道一提 昨晚我在場有些小插曲 涉及到這個無線電視 當其中一個主播 他走去選民席那邊 當時就粗口橫出 無線新聞電視 其實我看到的那個做直播那位女主持 都很不開心 你看到黑臉 老實說 如果我是 我就不做了 你一個堂堂一個香港最多人看的電視台 你的新聞部出街去做這種採訪的時候 被人是這樣狂屌 你還在那裡做什麼自尊 老實說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有什麼自尊 不過算了 賺錢沒辦法 不過我個人覺得 現在用事事旦旦去形容這個無線新聞 已經不足以形容那種情況 事事旦旦都還好 起碼 現在問題不止事事旦旦 所以我覺得 去批評無線電視新聞部的人 要重新思考那個口號 至於袁智偉落地獄這個 我就覺得很好 但那個靈感都是來自陳雲的 就是和華旭文無關 我們說回昨天的選舉結果 楊岳橋拿16萬票 那就37.9% 這個37.9% 他要除鹿 除鹿之後 就是6點幾個巴仙 當然有多有少 如果16萬票就這樣分不到6席 即是全部死光了 是分不到6席 但是梁天琦拿15.38 他真的可以拿兩席 這些票他拿回了 那就拿兩席 但是你楊岳橋那16萬票 你不可以拿完 到下一屆 他未來的9月 你要拿出來 是吧 不是鎖了下去 當然不是 但是我覺得 楊岳橋9月他會贏 因為他相對這班老法民 他經過這次的選舉 他的形象也是OK 我覺得有點補充 我又覺得很視乎 他這幾個月 在立法會裡面的表演 表演 表演 你說他會不會衝 如果他衝 他就不像公民黨 公民黨那天走出去 他是唯一一個無盲情 就是他在那裡 看護陳志全 好像阿媽那樣 你明白嗎 他那個角色就是 保護著這個陳志全 好像阿媽那樣 你明白嗎 衝什麼東西 他怎樣衝 那個女人怎樣衝 女人拿一個高招 劈塞陳鑑林 這樣就叫他 叫他氣 他走出去衝什麼 那天是陳志全和阿Mo 他都兩個就可以霸到主席台了 因為中間吃完飯之後 回來有個空檔 還沒開會 就可以上去 開了會都上不去 保安已經攔住你了 那都是叫做衝了 都叫做 就是攔住他一會兒 但是他換個地方開會 然後又再開 又有個表決 那你跟著那個表決怎樣 你現在做大了這樣 下次表決是不是有些屌 你用汽油彈扔塵 你這個又煩動 是啊 我說回那個選舉 就是 你介票就好 說這些理論也好 大家是泛民心知同明的 你這66500票是什麼票呢 你那16萬是什麼票呢 我剛才說 建制派的困得很實的 十三萬幾變十五萬 方國山的票會不會去他 不會因為他自己選 方國珊還拿了很多票 雖然她哭了 她7.7%拿著這三萬多票 如果全部給她 她一定贏了 九月份 她的情況跟梁天琦一樣 她的票就是她的票 她上次拿了二萬四千多票 又增長 輸給你范國威 但她這次三萬三千票 多了成萬票 方國珊是很篤定 如果這三萬多票 一票都沒得走 或者走少少的 她今屆拿著 她就由獨立變建制派 拿著就 你明白嗎 因為 你都要找邊站 你明白嗎 你看到這些數據 她跟梁天琦的情況一樣 那些票是她的票 因為周浩廷已經拿了那些票 難道田北俊那裡有些票給了她嗎 有的也不會多 就是這麼多 但是梁天琦是去到十五點幾個巴仙 所以這個是 梁天琦如果今年九月繼續去選 是百分之百贏的 我可以在這裏說的 沒有的抗拒 因為現在市格只是半年 投票給他的人,那個熱情還在這裏,天旗又來了,你明白嗎 很簡單的心理,你這些泛民會不會拿這些票的,我現在告訴你 那些票從來都不是泛民的 好了,到我們有人去選,我們就是要自己去經營,你明白嗎 那又看看投給天旗那些人,有些可能是我們的票,支持我們的票 那他可能會分那些過來,但怎樣分都好,梁天旗怎樣都拿到三萬幾票 以今日的記招,剛剛開始的網民反映,分分鐘天旗的票是多過陳文 那都沒有所謂的,大家進去 沒有所謂的,這個就是,當然可能還有變法都未定的 但是你泛民就大了,很明顯就 因為我只是看你這十六萬票,你真的怎樣分出來 我玩了,索蘭到時還會下跌 不會,一定會多過現在 但是你拿著這個所謂六點幾個percent,現在照除,就死定了 你明白嗎,那就是說,一定有一兩個人落馬 在原來這六席裏面,有一兩個人要落馬 當然選舉有很多變數,因為鄭家富又去選,很多變數 但是你看到那個勢頭就是這樣 那本土派是什麼來的,其實沒有東西的 本土派不是泛民主派,泛民主派有七個政黨 本土派什麼都不是,我現在說的 他是一個意識形態,一個理念現在變成 稍微叫做有組織的就是熱血公民 普羅都沒有組織 沒有的,因為沒有 我是環繞我做核心的義工 和我的支持者 我們都沒有組織的 我今天去熱狗那個四周年,十幾回 他全部都在熱狗 他是真的有這麼多人在的,你明白嗎 其實叫做有組織 其他什麼都要組織,你告訴我 本民詞才大鑊,差不多滅黨 你抓了二十多人 所以我們呢,是會支持他的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再說一次,譬如好像天琦這個選舉 我是有份參與,而且是參與得很積極的 我不是好像其他泛民的大佬 點一下當,點出來兩下相 一票也不能少 關鍵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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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香港 我們不是的,我們不出聲 主流傳媒也不會報道 由早到晚 我的義工 也是一樣 因為我這樣出動 我的義工也是這樣出動 每一票都是很辛苦找回來的 OK 當然,候選人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會去居公 我們只是做整件事就算了 你明白嗎 跟著天琦怎樣 是他自己過下的事 所以不要在這裡弄一些陰謀論 又要擺脫相亡的操控 現在年輕人這麼容易給你操控 你吃錯糞 你習慣了操控,別人認為他會給我們操控 他現在選禮員不理我 我都沒有他扶的 對不對 我們是做了,我們應該做 就是這麼簡單 昨天,禮拜上來 見到綿毓民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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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力支持 完全沒有討論過 梁天琦或者本明朝 在今次選舉拿到多少票 拿到票之後會影響 他們想 未來九月的選舉 是完全沒有想過 哪有想過 一句說話 就馬上做 這些呢 聽我現在說的 我們這些支持者 當然不會有任何意義 你那幫喜歡攻擊我的人 說了我們都不會相信 不理他 我都要說出來 立此傳召 你不要再在那裡勾說 勾說就顯得你無知 膚淺 你譬如陳太舊那些 沒得說 死旗張子 死旗張子 開始亂說的 我就猜得很準 我猜梁天琦 這個樣子 我叫十六萬票 周浩鼎十五萬票 早就說了 但是呢 我猜梁天琦 就真的不準 因為我最後高估了 已經去到 剛才你那些電視 那個當然是笨 那個看完開了一部份的票 開了八千多票 那個是走底盤 開了八千多票的時候 我說五六萬票 他拿了八千多票的時候 我說他有五六萬票 看到走勢 有多少個箱未開 現在其他候選人 那些很容易看到的 那些 像你所說的 這個不是難事 這個世界很多燈神 有些人是要譴責的 其中一個 就叫鄭經翰 是吧 白痴來的 絕對不能夠頭亮天琦 你現在六萬幾個白痴 是吧 收檔啦 老鄭 要不就出來跟我選 歡迎你出來跟我選 不就算了 契弟 再說一次 還有戴耀廷 小票給你 要你退出江湖 戴耀廷 他說 他搞個雷洞計劃 要令到這個民主派 可以拿到三十五席 就是 過半數 很厲害 但是你本土派 在這次的補選 只有三千票 你就不要來找我商量 是啊 我屌你了 這個 現在六萬六千票 大教授 你把他吃掉 扣了三千票 只剩六萬三千票 搞碎他 用一個搞碎機 搞碎的紙 是吧 再用水浸過去 你吃吧 吃一年 都不懂 你這個學者 是濕溝學者 包括陳健民 你這次這個選舉 楊岳橋真是勝之不武 這些佔中三指出光 蘋果日報連續兩天做頭版 競選廣告當新聞出 嚴重違規 跟文匯大公一模一樣 有些人說 《月月時報》都是 《月月時報》 《月月時報》寫明競選廣告 《月月時報》那期 是寫明競選廣告 要申報的 你真是 你回答一下 你們真是 抽到很壞 好了 當你《月月時報》 都是 你拿到這張報紙 和這張報紙 你印多少份 你有沒有申報 你印十萬份 有沒有申報啊 做封面 你大公報 就扔了一張大公報 看那段片 扔了一張大公報 這個不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你泛民主派 七個政黨 二十五個立法會員 加上《蘋果日報》 還有一個鄭經漢D100 說很多D100自己有 你真是 都是贏了一萬票 是吧 幸好那個是楊岳橋 我覺得楊岳橋 那兩次論壇 表現真是不錯 是吧 這個值得他贏這個位 值得他坐進去 是吧 是吧 這個壞也不太壞 比湯家華 是吧 但是何必要這樣呢 休息一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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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